大家好,我是盧小妹 那这一期也是没有budget,所以没有卖 然后今天要教大家怎么提高这个启动的速度 那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启动时的弹票 第二点呢就是,就是,就是一时 所以我差一点忘记掉 然后,等下等下,你放着啊 为什么我们在启动的时候,有一个稍微小小的弹票 那是因为可以create momentum,让你去接下一台 那如果你拍了球过后,就站着,没有做那个弹票工作的话 这样,当那个球过来的时候,你会轻动了一下,再去启动 这样子就慢了,所以我们必须在那个球来之前呢 就是把那个节奏带进去,就等它出来的时候就放 就是,总之就是带节奏的意思就对了 所以弹跳的重要,虽然说,我的弹跳没有像那个拱置槽 不知道大家熟悉吗,这位很伟大的这个女单运动拱置槽 因为以前我是看它的球的,那它的弹跳呢,就是启动的弹跳是非常高的 我的脚没有像它有力,而且我怕我在腾空的时候,那个球突然来 这个是我的给自己的借口,所以我的弹跳没有像它见到 尽量就是有一点稍微小小的弹跳吧,这样可以帮助你在其中那边很快一点 那第二个呢,就是那个历史 所以如果你没有弹跳的话,你这样给它打来的时候,你会轻微小小小,然后再打 就慢了,这样就慢了,谁要跳,跳小小,不要跳再打 你要判断对手下一排要打去哪里,就是说可能,你不能说每个点都准备 这样子就是很被动嘛,就是很出来了,你再去启动,你再去启动 那我们就是可以,除了这个球过后呢,判断它下一排要打去哪里 可能我打了一个它的backhand这边,那我就会往前冲嘛 因为我判断它的backhand是打不到后场,所以我就会往前冲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判断,然后让我骑的会更快 就是说我一打了它的backhand,我就会往前冲,这个也是算第一次 你不要笑! 你看我KMMAX这需要拍我不能focus 其实讲到好像很神奥这样哦,讲到太远了 应该就是这样啊,总之要抓两点,第一点就是 第一点就是我妈咬这样 我有在听 所以 抓没有 所以要怎样提高,你启动的速度 第一个就是要启动的时候 启动前呢,你要一个小小的跳跃,移动很高 就是稍微小小的很高 第二呢,就是打球要有意思 OK, say next bye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